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湾在奥运史上最多奖牌记录 超越2004年雅典奥运的二金二银一桶 奖项横跨举重金牌郭姓纯 铜牌陈文慧 羽球男双金牌林杨佩 女单银牌戴姿颖 柔道银牌杨勇伟 男团射箭银牌邓宇成 汤志军 魏军衡 男子安马银牌李志凯 女子牌拳道铜牌罗嘉玲 捉球混双铜牌郑一镜和林云炉 以及高尔夫球铜牌潘正从 记录还在 在持续刷新当中 羽球男子双打组合 25岁的李扬和26岁的王麒麟 在小组赛首战失利之后 蜜蜂击败英国和印尼 以小组第二晋级 过关斩将勇闯决赛 迎战中国双塔李俊慧和刘宇辰 最终直落二级败对手奪金 我最难过的一场应该是第一场打完 因为第一场打完一度输了 我想说应该已经没什么救了 没机会了 那其实那时候 当天打给我妈 也有点停虚 有点崩溃 其实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幸福吧 如果真的因为我们昨天的表现让台湾人被世界看到 真的是觉得很幸运 他想要跟你一起搭混双 来参加台湾奥运队 那没什么机会 世界球后代资影帝19度对决 中国选手陈宇飞 靠着过去对战记录15胜3负的气势 小代开局给足对手压力 双方各下一局 第三局陈宇飞稳健防守 小代则有较多进攻失误 最终陈宇飞胜出 代资影荣获银牌 写下个人在奥运最佳成绩 连书上感性发文三度踏上梦想中的舞台 终于闯进决赛 遗憾无法站在最高颁奖台 不完美总是存在 但才有动力去追求更好的结果 还说或许不会再有参加奥运的机会 但这个目标也算达成了 只是不这么完美 还想告诉自己已经很棒了 而他也在IG上面 PO出自己的膝盖照片 可以看到膝盖上面大大小小的伤口 以及瘀青都是在对战的时候 为了救球不顾膝盖会有受伤的可能 翻滚把男孩 台湾人从小看到大的安马王子李志凯 以6.7的难度分加上8.7的实施分 高达15.4的演出完美落地拿下银牌 期待英国的惠洛克 靠着更高难度动作拿下第三次金牌 也是个人第六面奥运奖牌 完美的十几秒又有谁知道 使用20年的心酸血泪换来的 坐在决赛的位置等待他来比赛 那个位置上面我已经哭两次 因为我很感动 我们梦想已经达成一半 我相信老天还要再给他三年 因为我们的梦想还没完成 因为我们要的是奥运金牌 潘正从高尔夫球开局失利 首轮排名第五十七 在爱七感第一同征战下激起直追 从倒数第三季升到并列第三 并在延长赛击败另外六位强敌 潘正从已经过世的父亲 生前是在苗里这家高尔夫球场担任厂务 他的妈妈康月美到现在也还是同一家球场的干地 潘正从五岁开始耳濡目染 跟哥哥经常拿球杆练球 家里没钱请教练 父母就在球场一块草皮上 用拼凑出的球杆组让两兄弟练习 奥运的赛事还没结束 台湾体育在创全新高峰 全民一同沾光 鲜美的果实还在等待收割 只可惜我们的政府 在开局的经济舱 就已经错过丰收的机会了 陈建州 无事不灯三宝殿 一灯就直接被电 今天被电的善男信女 就是黑人陈建州 跟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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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齐 前几天在前往奥运蹭流量的路上 跟明星擦撞 后车厢一打开 没有发现潘朵拉的盒子 却发现了安博的盒子 IG现实动态 挺轴道男神杨勇伟交打气 但翻拍电视的画面 却出现疑似盗版软体的跑马灯 我的老天鹅 最关心体育的执行长 现实动态自爆 用非法盒子盗播埃尔达讯号 黑人不是跟正版很熟吗 怎么可能看侵权的 一定是误会 好险我们家建州 一个试探不直接起飞 第一时间留言表示 这是强者我朋友的群组截图拉 后来发现也傻眼 我看现场太紧张了 所以叫我老娘出来轻松一下 我还滚下气氛 滚下去我就不介意 好 你吩咐我照办 完蛋了 黑人什么不多就是朋友多 从外天宫到行天宫 只要确认过眼神就是myfriend 但是傻眼见周 你太小看网友的办案能力了 太太范伟奇的脸书 这段影片更被抓包 原来家里用的是安博盒子 在观看奥运转播 不少网友涌入留言 说安博才是最大赢家 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原来你的朋友就是你老婆 捕烂都挑在白天 这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这个白色的盒子 不是安博盒子 难道是你的穿越工具吗 给你一颗球 你能灌篮吗 会灌篮但不会认错 整天开着油灌车 这次也很自燃烧了整片负面舆论 在戴姿影夺盈的第一时间 施行长陈建州 AKA大首歌 马上发文恭喜 只是网友发现 贴文刚好意外的将国旗裁掉 又要抓住台湾体育 呼吸着台湾的空气 也不敢得罪对岸的霸权干爹 最后也发文喜地道歉 就差没有跪地求饶了 建州啊建州 爱运动的心是真的 爱捡钱的心也不假 只是你为什么要说谎捏 我就怕别骂啊 吴亦凡遭刑事拘留 风吹雨成花 时间追不上白马 也追不上吴亦凡 AKA加拿大电蛮无迁 换女朋友的速度 日前被网红都美竹 爆出又监位成年少女 吴亦凡微博表示先前不回应 是为了不干扰司法程序 洗白起手是先嫁好 再承诺如果有选飞 又监离监位成年 会自己进监狱 吃点声明澄清一套打完收工 还是遭网友怒轰 好了 千哥现在真的进警局了 北京公安局这篇微博 发文震惊演艺圈 因为文中写到 加拿大籍男性吴亦凡 多次诱骗年轻女性 发生性关系 已经依法刑事拘留 随后大陆中央 政法委新闻网站 转发这条通报 直接写吴亦凡被拘留 消息一出相关讨论登上热搜 时间的留签 三分钟的牙签 千哥就是有钱 玩得起酒桌选飞 公安11天前调查报告指出 确认吴亦凡经纪人 2020年12月 以MV女主角面试为由 邀请都美竹等十余人 到吴亦凡家中饮酒作乐 两人发生关系后 吴亦凡还曾贵款3.2万 给都美竹购物 至今年4月皆保持微信联系 直到6月爆出 吴亦凡对都美竹进行冷暴力 女方7月一连串指控 让23岁流男艺人分是三角得力 先驱购女性受害者 向都美竹套话 并以都美竹名义 向吴亦凡律师进行恶索 再用吴亦凡律师身份 联系都美竹要求和解 并在谈判破裂后 向都美竹索取 吴亦凡团队先前贿赂的50万元 都美竹事件以第三方诈骗解案 吴亦凡九桌选非成为警方认证 还有包含未成年在内 20多位女性出面指控吴亦凡恶行 陆媒猜测警方可能掌握证据 才对吴亦凡进行刑事拘留 看守所空间不大 亦凡你可要忍一下了 我的很大 你要忍一下 美国rapper一堆在监狱蹲过 粉丝钞票还不是大把大把的转 落大江湖千歌就是够real 打开人生履历 至少也是各进国看守所的男人了 信贿赂 录影 如瓶等网络谣言满城风雨 真相仍带警方调查 然而偶像正在面临人生断崖 作为脑粉如果不支持 哪还能叫脑粉呢 画面很乱 主办单位要不要管一下 国际艺人吴亦凡 粉丝的支持也是international的 然而对失得艺人零容忍的中共官方颁出劣迹令 影视内容遭全面封杀 音乐作品被全面下架 16支代言全军覆没 还可能面临20亿赔偿 超过5000万粉丝为国账号惨遭封锁 演艺生涯一戏之间化为乌有 解若多项性侵罪行皆成立 依情况及年龄不同 恐将面临10以上刑期 甚至无期徒刑或死刑 那时候你眼中他们几个 你们几个中国成员 你觉得他们是 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人 一番呢 不享受 OK 没问题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